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哈希腊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 我2016年对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双边交流合作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福祉 当前中梦都处在各自发展的关键阶段 巩固好发展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也有利于亚洲繁荣稳定和世界开放合作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弘扬传统友谊 努力实现两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双方要加强贸易投资产能 能源电力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等重点领域合作推进数字 经济领域合作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哈欣纳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祝贺今天的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取得新的巨大成就 孟加拉国真是有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缔造的 孟中友好关系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 孟方在为实现国父穆吉拉拉赫曼提出的 金色孟加拉梦想奋斗进程中 期待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 提升双方贸易投资水平 深化在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经济 应对气候变化 反恐安全等领域合作 孟加拉国愿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 积极参加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孟中应免经济走廊建设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孟加拉国总理哈欣纳 栗战书表示 2016年习近平主席与总理女士 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开启了中孟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在G20大板峰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 人类从闭塞走向开放 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中方致力于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孟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深化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孟议会的交往 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更好服务两国关系发展 哈欣纳表示 孟方感谢中方长期帮助 愿同中方一道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白马赤林参加会见 7月5号下午 孟加拉国总理哈欣纳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britis ��忠前往天安门广场 后边楼 surfaces 移动 制作刘组 hal 字幕了解 感谢观看